房贷新规后,买房人是否应提前还房贷?不用再纠结。 如果是贷款买房,房贷每月还是要按时还款的,不用再纠结。 最近一段时间,房地产市场都充实着央行的贷款利率新规定信息。 如果你有更好的投资渠道,其收益能够跑赢这个4.85%,那你肯定选择不提前还贷为好。 如果你的钱确实富于很多,又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渠道,那么提前还也没啥大问题。 随着房价平稳,买房增值已经不可取,但是把钱提前还给银行房贷,似乎也不划算。 简单地说,房贷能贷多久就贷多久,我们可以把钱提早消费到需要花钱的地方。 如果我们确实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花钱,我们还是应该珍惜这个能从银行贷出这么大笔资金的福利。 买房款待这回事,还是需要看个人,我建议的就是两立而行。 总而言之,大家在买房时,如果多了解一些,那么就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了。